茶园中间有三名男子正在工作 后方的园景步步逼近 原来他们是逃逸移工 惊觉园景来了丢下手中的器具 拔腿狂斑 还被绊倒 爬起身之后也立刻的逃跑 结果其中有两个人跑到了茶园镜头 下一秒直接跳下去 园景也赶快跑过去查看 下方是一处非常深的山谷 大约有60米的深度 除了土石之外 只有一点点稀疏的树丛 那么最下山谷的两名逃逸移工受伤流血 由于山谷深达60公尺 大约有20层楼的高度 警商无法下探到底下来救援 目前只能申请直升机 那么两个人也在待救当中 这一起逃逸移工为了要躲避 追气跳山谷发生的意外 是在南投民间乡的农场 警方寻现要抓捕三名逃逸移工 两个人在逃逸的时候受到了重伤 那么第三个人是趁一阵混乱 往右逃窜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呢 看到他先摔倒 又趴在这个茶园当中 又立刻的爬起 趁着在场的所有的人 都在关心他山谷底下的 两个同伴伤势的时候 他已经跑得不见人影 还没有被抓到